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韩国 巨浪若是往东移 美国和加拿大西海岸的许多地区 则会被滔天巨浪淹没 更甚的是 日本的海底火山已经开始苏醒 虽然目前只是处于活跃阶段 但是火山一旦爆发并引起海啸 急剧毁灭性的威力将波及北太平洋周围的区域 源自北大西洋的滔天巨浪或海啸 将袭击美国许多东部的沿海入地 东海一带的国家如中国 台湾 日本 以及韩国 将会被东海掀起的滔天巨浪或海啸袭击 菲律宾也可能会被殃及 上天警示人类 巨风龙卷沉沙盖 风云水转入沙尘 天地水转入沙尘 海水积积破城墙 万事众生淹水盖 众生不离断尸城 自消云开喜怨恨 万事众生死不明 月亮消沉多贵劫 众生万福永不生 雨中沉心眼泪流 众生不明何生存 空堵众生于世人 往父天父赐用心 天父是创造宇宙 天地 太阳 月球 地球 人类和其他生命类 以及万物之灵的结构创造者 为何从2019年开始 这个地球世上 有那么多灾难 陆陆续续的发生 人人必须要明白 是什么因素 引发了天灾的降临 那是因为人类犯错造罪 化成涅起 从天所致 所以化解连连天灾人祸的方法 就是人人必须要用心 听 明 悟 觉 醒 人人会修行 世界就太平